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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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家企业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之后 赵春晓对这里的各方面条件比较满意 住宿环境包括吃饭环境 生活环境都比较良好 因为都是新建的厂区 所以说对工人的稳定有一定的好处 在返回杭州的路上 赵春晓想起了一个细节 原来招工的人告诉他 这家企业生产的产品是芯片 赵春晓觉得 这样的工作不适合年纪超过50岁的人来做 赵春晓说 有些细节看起来不起眼 但涉及到一个求职者千里迢迢来到企业后 能否在这里站稳脚跟的问题 所以在招工前 他都会到企业亲自看一看 问一问 争取把所有细节的问题都照顾到 这也是他多年干这行的经验总结 可以定位这个招聘岗位的人员的年龄 包括他的性别 还有他的技术能力 包括他的学历 怎么能看出他能不能设计厂的工作来呢 回到杭州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赵春晓来到一家企业的宿舍 看望几位黎叔老乡 半个月前 赵春晓介绍大家到当地的一家快递公司做分检员 聊天过程中 赵春晓了解到 由于初来乍到 业务不熟练 有的人被工长说了几句 心里不太舒服 俗话说 在家千日好 出门事事难 对于大家的抱怨 赵春晓非常理解 那么如何才能让大家平稳度过这个适应期呢 赵春晓想了一个办法 他派了一名公司的员工和大家一起干活 同时 负责协调打工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让这些在外务工的人 有了一个主心股和领头人 负责他们到韩国来了的接送 安置 住宿和工作条件 生活 一切都我们都管 不定期的回访 解决打工者面临的实际困难 再加上实地考察 用工企业 考虑到所有细节 这是赵春晓从事劳务经济多年来总结的经验 正是靠着这些经验 每年赵春晓能为一千五百多人找到稳定的工作 不难看出经纪人在用工和求职双方都发挥了积极的功效 那么从特种动物养殖行业来讲 比如说雕户好的养殖人老师 是不是也需要类似的经纪人呢 你说得非常对 雕户好养殖这块呢 不仅一个经纪人 有时候是两三个 那么经纪人呢 一般都是在河北人比较多 河北呢 是咱们国内毛皮的集散地 那么它需要上东北来收皮子 一般在东北呢 再找一个 你比如说上吉林 在吉林再找一个毛皮的经纪人 他俩一对接 然后呢 当地的经纪人开着车 拉着河北的经纪人到各家各户去收购皮张 那么这个河北的经纪人呢 以佣金的方式给这个当地的经纪人 你比如说收购一张 好子皮给你三块到五块 就这么 那么这种模式呢 这两年已经改进了 随着通讯事业的发展 那么微信的普及 所以说这种日趋简化的方法 你比如说这个可以简化这个来往返的次数 那么通过视频就可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我有多少皮张 这个皮张大概的质量 大概的尺码是多少 都对方就能知道 所以现在经纪人呢 就是减少了很多的往返 那么说到雕户豪的养殖呢 大家都会想到毛皮产品 最近啊 养殖户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下一步的发展趋势如何呢 总的来说 今年呢 就是雕户豪的产业呢 还处于低谷 那么尤其是水雕 那么豪的养殖业呢 相对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利用空间 就是养好了 除了一只豪的皮的话 每卖一张豪的皮 它能有100元左右的收益 那么这个收益呢 也算不错的 好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 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这位朋友您好 请讲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我先咨询想 养梅花露的钱奖和价格怎么样 这个梅花露呢 应该说就这两年是一只独秀 行情非常好 那么一只的供的梅花露呢 那么一年的效益能达到3000左右 那么效益好 就很多人琢磨又开始养 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新养护或者潜在的养护是不具备条件的 什么样的人具备条件呢 你首先要懂技术 那懂技术以后你有知己 还得有场地 市场呢 应该说三到五年内不会出现大的下滑 但是小幅波动会有 有人预测明年的价格呢 它可能要稍差于今年的价格 有小幅的下幅 那么技术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技术我还是建议啊 就先学技术后营种 怎么学技术呢 你跟专家学 跟课本学 跟视频讲座学 最后一个环节必须要到养路场去学习 那么经历了一个周期 你适合养了 有的时候你还不太适合 你的主观愿望很好 我想搞养路 但是你一经历这个过程 实际条件不太适合 你这样养一段时间 你觉得你不太适合 你吃不了那个苦 或者你闻不了味 有些人还对动物的排泄物皮毛 它还过敏 像这样的人 它本身就不适合养了 就是说它有条件都不太适合 所以我们说 从事梅花露养殖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主要还是靠技术 资金 藏地这块 好 感谢任老师的提示 那么有关特种动物养殖的 其他注意事项 稍后我们请任老师逐一的解答 接下来呢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农村基层文化的发展情况 福渝市五家战镇金钻花园文化大院 不断加大投入的力度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福渝市五家战镇金钻花园文化大院 成立于2011年 经过了七年的发展 由最开始的15人 已发展到现在的120人 文化大院现有广场舞队 央歌队 老年乐队和表演队 几年来 文化大院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认可 开开心心地过好我们晚年的生活 我们每年感到重大节日的时候 我们都有重大的演出 据了解 文化大院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的过程中 也创作了一大批村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我们演出的节目呢 基本上都是我们自编自演的 那个我们小区里有什么好人好事啊 我们都给它编排到节目里前 慷慨激昂的朗诵 阿娜多姿的舞蹈 风趣幽默的二人传 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也彰显了村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天天开心身体健康 老年乐队是文化大院的核心力量 多数演出都离不开老年乐队的配合 陈旧的乐器 泛黄的乐谱 凸显出老人们对文化生活的热爱与执着 在业余之间吧 他有都学文化 按文化呢 这个要求自己 提高人们的素质 同时也提高了正能量 任绍长是五家战争金钻花园文化大院的负责人 为了大院的发展 他主动出资出力 他们有些文艺爱好者也都上我们来唱歌了 唱二人传了 有哪州啥都来 我们周边有十个村吧 都到我们这来玩了 在采访当中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在东咸的时候 文化大院除了文艺活动之外 还要利用休闲的时间的搞科技学习 希望文化大院的氛围越来越好 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越来越高 布朗木特联合专制可谈喘的补肺丸 提醒全省可喘患者 买四盒得五盒活动 全省仅剩三百套 抢购电话043186819900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本节目由知识三奶开创者 君乐宝长知识了联合特约播出 天赋化肥 要您继续关注乡村四季12316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是 特种动物养殖专家任东波老师 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6288626 或者是18043112316来进行咨询 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与音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 我们会尽快的为您解答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大安的朋友说 饲料当中添加什么成分 有助于提高胡蝗皮毛的质量 有好的成品饲料吗 李老师 饲料当中添加什么成分呢 我们说最好的就是 蓝氨酸 大氨酸 光氨酸 这些对毛绒生长有促进作用 当然这些蓝氨酸在蛋白质细料当中很多都存在的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东毛生长期 你可以增加点蛋白质细料的量 当然也有品牌的细料 也有说全价颗粒细料 这种也有 也有什么品牌最好呢 那么华龙 还有沈阳一家 有黑龙江这都有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呢 它还建议在繁殖期还需要加一些动物性飼料 所以我们说这个胡蝗有时候全价呢 并不全价 松原的朋友说 吉林省哪里有好的长毛兔种源呢 咱们吉林省啊 真有长毛兔种源基地 它在梅河口 那么前几年养的多的时候 纯蓝都是四五千只种兔 现在这两年要行情差 所以它已经溯群了 那么也就一千只左右就不错了 好 感谢任老师 那么这一时段微信平台的情况 我们就了解到这里 咱们接着往下看 改革开放四十年 安土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深深地融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 六十三岁的王世孝 就是幸福变迁的见证者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要说四十年来生活的变化 家住亮冰镇亮冰村的王老汉 有着切身的体会 改革开放之前 得过年过节才能吃饺子 现在平平常常 几乎就是想吃饺子就包 和这个改革开放 跟以前比大不一样 王世孝说 改革开放前 家家粮食都不多 钱粮都得算计着用 还常处亏空 吃的都是粗粮 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 如今生活水平高了 吃啥有啥 两年前 他建起了新房子 添了新家具 原来不敢想的东西 现在全有了 地暖都整了 完了这个 自个烧锅炉 屋里头 就是比过去 就是比城里这个楼房 都脑了嘛 可以说 现在来说 就是这个改革开放 和这个不开放 就是这个对比 就是天地先隔吧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只有奋斗 才能创造未来 改革开放前 王世孝空有两膀子力气 不知道干啥 改革开放后 他的头脑活了起来 在当地办起了粮食加工厂 通过勤劳的双手 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靠自己 勤劳致富 怎么比等的国家 给你那个补贴那些 抢得多 王世孝的生活 是亮兵镇 万千家庭的缩影 尤其十八大以来 人民生活水平 得到显著改善 收入水平和消费质量 显著提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美好景象 日益清晰地 展现在人们面前 通过开办加工厂 王老汉的收入明显增加了 而这种 由原本销售原材料 转变为销售加工产品的模式 体现了一二产融合发展的优势 在前国县 稻米加工业的兴起 就延长了稻米生产的链条 嫩江湾米业有限公司 位于八郎镇曙光村 依托于嫩江平原 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 企业大力发展绿色水稻种植 并采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 带领农民统一种植 统一销售 共同发展 有效地带动了村民的增收支付 目前 嫩江湾米业 已拥有固定资产三千万元 绿色水稻生产基地三百公顷 年加工生产稻米三万吨 常年用工三十人以上 2014年 公司注册了嫩江水商标 产品销售到了云南 贵州 四川等地 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公司还成立了基层党支部 由公司经理刘伟担任党支部书记 党支部的成立 使企业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多年来 公司对贫困户春耕生产 给予资金支持 优先安置贫困户务工就业 并且给予经济和物质帮扶 我们在这米业干活 因为公司老板也给我们钱 也给我们粮食都照顾我们 为更好的发挥其带头作用 八郎镇积极选派 政策理论水平高 党建工作经验足 经营管理业务强的党员干部 入住企业 帮助企业拓展思路 健全党建工作制度 促进企业全面发展 说完了种植模式 接下来我们再到外省去了解一个养殖新品种 猛阴长毛兔 今年来猛阴长毛兔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这是长毛兔 它的兔毛含量高 仿制价值要低一些 原先的老品种 这是我的宝贝新绒兔 我看这毛都是卷的 对 都是卷毛的 而且都是绒毛 不能叫毛了 也叫绒 对 叫绒 所以说叫新绒兔 龚鑫是兔厂的负责人 据他介绍 新绒兔跟普通长毛兔相比 可以被称之为贵族 这普通的长毛兔能出绒吗 出绒在50%多 这个在80%多 就是出绒率高 对对对 绒是捐区的 绒的价值要比毛要高 仿制价值 面料和羊绒相配迷 据介绍 新绒兔的培育 是长毛兔产业发展的重点 因为现在很多的纺织企业 以精纺细纺为主 含容量高 才符合当前市场的需求 只有绒才能当高档的纺织面料 它这个穿上去 是不是感觉就是细细的软软的 对 被称为会呼吸的衣服 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 细湿 细潮 老品种长毛兔 它的含出率高 毛扎也比较多 普通绒剪下来是在90块钱左右 而分析出来的金属兔绒 应该是达到在120多块钱一斤 含容量高 经济价值高 新绒兔培育起来 相比传统长毛兔 也是更加繁琐 经过人工述精 它的腹系跟母系 出来的小长毛兔 实质才能出来有 三只这种含容率比较高的新绒兔 工薪介绍 长毛兔兔毛价格 在经历了一个低谷期之后 2017年年底开始回升 在市场回升之际 新绒兔的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 纺织厂大量收购 我们那种新绒兔产的这种绒毛 每个月药货量在十分左右 公司加合作社的模式 公司提供优质的新绒兔品种 给合作社 合作社员养出来的新绒兔兔毛 我们全部回收 集中供应给我们 现在的一些纺织企业 片中介绍这种新绒兔 在山东饲养的效果不错 那任老师 这种新绒兔有什么特点 是否适合在咱们省的养殖呢 这个新绒兔呢 它说是个新品种 我想好像还没有鉴定 这个我不敢多说 它是含容量相对 它说是高一些 高一些 但至于鉴密鉴定呢 我是不太清楚 我知道长毛兔的群种 主要浙细长毛兔 晚细长毛兔 镇江长毛兔和中细长毛兔等等 那长毛兔的 应该说这个养殖项目呢 应该是前几年 一直经历低谷 这两年呢 有所回升 但是回升幅度是非常小的 那一提到蒙英线 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它是长毛兔养殖 有传统的优势养殖区域 所以在当地呢 发展长毛兔产业应该是没问题 就是卖价高低的问题 如果在吉林省能不能养 肯定是能养的 而且养的质量 不一定就比山东 蒙英那个差 但是它没有这个养殖的氛围 和养殖的规模 如果你没有养殖氛围 没有规模 你经纪人就很少有来 你形成不了产业 这样的话 你销售渠道就很难畅通 销售渠道又不畅通 那么你的卖价就上不去 那么卖价上不去 就影响你的养殖效应 自然就没有人养了 那对于咱们省的养户来说 养兔的前景怎么样呢 适合养殖什么品种 咱们吉林省啊 还是以肉兔 塔兔为主 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新的 名称叫实验兔和宠物兔 现在我非常看好这两样 那么尤其实验兔 据我所掌握情况 现在已经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情况 我们以一个养 以一个是兔业经纪人 甚至到五六百公里以外的 辽宁省去收购实验兔 实验用兔的 所以可见 这实验用兔的市场 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 还值得一提点 就是宠物兔 这个宠物兔不是我们 在市场上买了的小兔 能长大的那种兔 它这个兔的 一般都是垂耳为特征 一般情况下 都是小于一千克 那么这个市场呢 应该是也是很大的 现在也基本上 处于供应求状态 好 感谢任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在场里 严谨地上种上小树苗 农民看到新希望 严谨地上淡白桑 乡村四季12316 明日播出 欢迎回来 六颗星常消费 要你继续收看 乡村四季12316 最近有农民朋友 咨询农副产品的价格情况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来连线价格分析专家 梁气老师 梁老师好 深中的价格 低位运行 农民作家出售 每市金四块 到四块二三 这个之间 建议农民 现在想办法减料 降低成本 等待的价格 现在必定是需求的旺季 子猪的价格 每市金五到六块一斤 肉羊的价格 现在上涨 每市金 是这个13 到167 这个之间 肉牛的价格 每市金13块5 黑白花牛 每市金 13块一毛五 这个之间 架子牛 现在是13块钱左右 肉鸡的价格 现在略微上涨 农民出售 每市金五块到五块一毛五 鸡蛋的价格 现在很平稳 农民作家出售 3块七八 到4块 这个之间 好 感谢梁气老师 此外呢 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 咨询如何判断 冻鱼是否新鲜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来连线水产 养殖专家 夏燕杰老师 夏老师好 那么只要选择冻鱼呢 冻鱼首先要看的是眼睛 它眼睛是明亮的 这个鱼呢 应当是比较细腻的 要是塌陷的 那就不好 另外呢 看它的体色 尽管是冻的 只要没有一层冰 折盖着它 还是能看着它的体色的 体色应当是正常的 体型也应当是正常的 要是有可能的话 你要先来塞盖 看看是不是鲜艳 要是鲜艳的话呢 这条鱼应该是在 鲜活状态下动这个 否则的话呢 有的鱼是动鱼 就不好判断了 拿到牙医防御之后呢 很可能好像是 放了几天之后再动的 这样呢 就不美味了 所以挑鱼的时候啊 对动鱼来讲 一个是山 一个是眼睛 另外呢 参考皮肤 好 感谢二位老师 我们再来关注 农民朋友最关心的 供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关注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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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秋季是装修的旺季 有好多市民都是刚刚装修完房子 如果要是想用这个植物来净化空气的话 我在这儿呢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么几类这个植物吧 第一类的植物呢就是这个绿螺类的植物 除了绿螺类之外呢就是芦荟类类的 你还是木栗芦荟呀还是枯拉拉索呀 就是芦荟类的都可以 第三类的呢就是吊栏 你像长存藤啊还是其他的吊栏也都可以 还有一类呢就是仙人掌类的植物 那王老师对于这些在室内种植的花卉 它们如果发生病虫害了 应该进行怎样的防治呢 一个是这个芥窍丛 这个还有呢就是红蜘蛛 还有呢就是这个芽丛也是常说的那个逆丛 冬天呢最好是采用蜈蚣的防治办法 最有效使用的办法呢就是用肥皂水呀或者是洗衣粉水去进行擦拭 比如说让用棉花呀或者是纱布蘸这个肥皂水洗衣粉水进行擦拭 用肥皂水处理之后还需要进行哪些管理呢 擦完了以后啊过几个小时以后呢一定要用这个喷壶用清水去冲洗 好感谢王老师 希望通过王老师的讲解能给视频朋友提供一个小妙招提供一个生活的小方法 但是啊在操作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进行肥皂水处理之后过一段时间要进行清水喷雾 好了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感谢景宇那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的波动幅度比较大 这样的天气条件下 雕护壕的养殖户在棚射的保温方面需要做哪些工作吗任老师 一般人认为雕护壕的棚射呢 就是由于是毛皮动物 它不怕冷 实际上这观念要改变 那么如果说这个水雕在寒冷季节能被冻死 一般人不相信 前些年呢曾经出现过一个养殖厂家到我们那去 到呢它的位置是啥呢 四周没有房屋 就是空旷里能存一片地 那么它还不是围墙 围墙遮挡也不严 不严的话它有陆续呀 它有水雕死亡 水雕死亡 到了很多家受益诊所诊断 都没有诊断出什么毛病 后来我们在解剖的时候就发现 它皮板上啊 就皮板呢 没有脂肪 这就很不正常 那一般情况下 毛皮动物在为了越冻 所以皮下脂肪都集散比较多 那么它这比皮下脂肪又缺少 如果在寒冷的气温 你比如说那个那年达到零下25度 甚至30度晚上 这样的话我们就怀疑它是被冻死的 实践证明呢 后来我们做了一下保温措施 也就是说这个雕笼的里面 后面呢都挂一个铲箱 这个铲箱后边 铲箱里面再放了稻草 那发生发现 这死亡呢 就很快就减少了 反过来就是说 我们过去死亡那个雕 基本上都是没有产香的 在笼子里面 来生存的 那么你想野外状态下 那么在冬季 这个野生的水雕 会找一个洞穴 藏在里面 洞穴里面 铺一些鸟兽的羽毛 或者稻草之类的 所以我们想这是有这种可能的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东聊的朋友说 想建一个塔兔养殖基地 不知道到哪里 学习养殖的技术 前期需要准备什么吗 袁老师 塔兔呢 基地咱们有几个 那么前期要准备呢 你得学养殖技术 首先你才有资金 你得有场地 完了开养殖前呢 你得上养殖企业去学习 现在很快 没有救援